有一個船隻它在這個塔 50公尺的高塔的南方 東57度12分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船隻B呢 在這個高塔的南 62度48分C的地方 然後要問你說如果我從 這個高塔塔頂 對這個船隻 這個船隻的浮角是30度 那這個浮角30度我們上次有講過 這個仰角不是30度 那這個頂點一樣 往看這個船隻B 它的浮角是60度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的仰角就是60度 那我們要問說那這兩個船隻AB 它的距離是多少 好AB的距離是多少 好那這個題目我們發現說 欸這裡有10對不對 那這裡有60度 這是當然高 地面跟高就是90度 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直角三角的 60、90、30 30、60、90它的邊長比應該是2比1在哪邊 下面上面 60度的比較短 1比根號3 所以 這裡是50的話 這個是它的根號3分之1 所以可以知道 這個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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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Bc Bc就會等於50除以根號3 好 那同樣的道理 這邊也有一個30、90、60 一個特別特殊小的字叫三角形 那麼它的 36、90又是2 斜邊2比1比根號3 來1在哪裡 上面還是底下 上面 所以 2比1 比根號3 所以它是它的根號3倍 所以這個 ac ac 就是 50再次根號3 是這樣 好 那這裡 兩個都有了 這是 50 根號3 這一段呢 是50除以根號3 然後這裡 有一個 57度42分 有一個 62度48分 那這樣加剛好幾分 剛好幾度 加起來 是不是120度 所以這裡角度是120度 所以 有 角B C A 是等於 這兩個加起來是120度 那你發現 這個三角形裡面 兩個B知道 一個夾角知道 要求對邊AB 那用什麼方式 余弦定 對啦 余弦就可以求出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用 A 用去寫定 AB的平方 應該25平方 在 一個 根號3分之50的平方 還有一個 50根號3的平方 解掉兩倍的 兩個相乘 根號3分之50 還有50根號3 在乘上 cos 假角 它的假角 剛才算出來是120度 那 cos120度 等於 負的cos60度 沒問題 180 所以 這個是 負的cos60度 那 cos60度是多少 2分之1 所以這邊就是負的2分之1 對不對 這個是負的2分之1 負負可以得正 那這個根號3可以別掉 所以 那這個2跟這個2也可以別掉 所以會變成加上50 就是 2500 對不對 然後 這裡 是 3分之2500 那 這個是 2500 乘以3 好 大家都有2500 可以把2500 提出來 有一個3分之1 有一個3 有一個1 所以 這加起來就是 4 就是3分之13 3分之13 好 那 再把它乘起來 所以 這個答案就是 3分之0 好啦 沒關係 反正 不用 不用寫出來 因為我們要 算的是什麼 ab 不是ab的平方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開根號 那這個2500開根號就會是 50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開根號就是 根號3分之 根號3分之13 然後我 有理化分5 上下乘理值 根號3 就會得到 3分之50 根號39 這樣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好 count 腳 好 好 有